美国最极端的法移民法案在美国德州签署过了 以后只要非法从边界进入德州的移民 州警可以马上抓起来 州法官也可以立刻命令遣送出境 消息一出 美墨边境一晚涌入2万多的移民 大家想赶在这一个最严格的法案 3月份上路之前挤进美国 德州州长认为新法案有恶阻效果 他期待减少75%的非法移民 德州州长阿伯特18日签署了美国最极端的反移民法案 未来所有非法进入德州的移民将触犯州法 消息一出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一个晚上就涌入2万多爆量移民 大家都想赶在3月新法上路前进入美国 参议院4号法案明令 非法入境者触犯州法 警方有权逮捕 另外法案也赋予法官遣送移民出境的权利 阿伯特相信新法有绝对的嚇阻效果 可以减少50%甚至是75%的移民 德州警戒对新法的看法两极 有人认为一旦实施 当地监狱会无法附和大量移民 但实际在边境执法的警察则认为 零容忍政策能有效降低移民闯关的意愿 阿伯特过去不断抨击拜登政府 拖延制定严格移民政策 让南部边境陷入危机 阿伯特于是推动法案 上个月法案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州议会顺利过关 立刻引爆民主党少数族裔议员的怒火 这是继2010年亚利桑那州所推出的 出示你的证券法 藉由警力对付无证移民之后 最激烈的反移民手段 德州少数族裔担心 新法有种族歧视之嫌 未来上街是否需要带着身份证明 以免被警察当成非法移民逮捕 亚利桑那州的出示你的证券法 最后遭最高法院驳回 德州新法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因为茶器移民是联邦政府的职权 不属于州政府 民主党20多名议员已经连数写信给司法部长 指控法案违宪要求进行司法诉讼 阿伯特为对抗中央移民政策 从去年8月开始 已经用巴士将超过6万5千移民 送到民主党执政的城市 他还下令在边境装上有刺的铁丝网 造成许多移民受伤 遭到严重抨击 欧洲各国政府同样面临移民难题 法国国会周二通过具争议性的移民法 简化驱逐移民程序并降低移民福利 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一项恩威并济的法案 一方面可以让移民更容易取得居留许可 解决企业严重缺工问题 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右翼政党的支持 法案将延后移民取得育儿和住房津贴的时间 左翼政党对法案表达不满 欧盟也在20号通过新的移民法 未来将限制移民数量 各国也同意更平均地分摊 融流移民的成本和工作量 优异势力在全球崛起 反移民浪潮越来越难党 移民的处境恐怕只会更加艰难 TVBS新闻总和报道